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東周投指會HELLO CALVIN HELLO,HELLO,大家好 好,逢星期三四點半繼續有方老師和大家聊天 大家有什麼問題就在下面留言問 就會幫大家轉答給Calvin 幫大家解答二蘭在這個 算是恆子很久以來會見過的牛市 這個聲勢底下 那就多賺點吧 好,這個時候就報一下市 今天恆子是收補19195點 跌了25點,成交今天是1266億 有些重要資訊包括港股今天反覆整股 內房物股股反彈,金屬資源股就回調 那就交給Calvin說一下市況先 今天跌了25點,是否有少少的健康回調呢? 之前是一直升勢這麼厲害的第一下 有沒有說接下來再看好一點 再看高一線,之後最牛看幾點呢? 其實今天已經第二天跌了 看看技術指標現在只不過去到大概 ISI68,仍然都是比較高的水平 見到其實港股來說 你說要去到什麼水平才叫健康? 起碼去到60 第一個關口 我覺得貼回19000點 大概就是那個 十天移動平均線 就是第一步 當然你去到這麼高 衝回來其實你累積升幅是不少的 16,200 就是整個升勢 16,200 升到上去最高19,700 升了3,500 就算回到至少七、八點 才叫健康的一個升勢 起碼你要第一步 見到19,000點 第二步就算去到20,200平均線 18,400 港股還未叫斷纜 除非很急地衝下來 不然的話慢慢地 反而是一個健康的回調 所以沒有那些朋友 都不需要急於現在去入市 我覺得還是要等到20天移動平均線 這些位置之中 然後才去入市 很多股票暫時都在高位 我還未見到10天移動平均線 也要去到20天移動平均線 10天移動平均線 才是一個可以中線吸納的對象 暫時港股也算是大漲小回的格局 希望港股可以再回落 至少碰到19,000點這個位置 然後再衝上去也不奇怪 所以第一步是19,000點這些位置 就是第一步去吸納 好 那就先看看 今天圖表是在說科技股 科技股 最近當然是前一陣子升得不錯 過去一個月全部都升 起碼一成多兩成多三成這樣 接下來在這個健康調整的過程之中 科技股這個時候 是否要先看好一點 不要這麼快入手 有部份的股票 都貼住10天移動平均線 第一個是3690 第二是918 3690我長期都持有住 貼住10天移動平均線 我都入逐少少 一手半手 如果再落到20天移動平均線 大概117元這些位置 先是初步調整員的跡象 起碼去117、176這些位置 先叫做安全 所以三五九六 仍然升勢看來 都還未走樣 但其實你看回 如果是高位衝過來 其實都掉了不少 一二三連續 今天都連續四天 但股壓也不是很重 因為成交量 又沒有特別大 所以我相信 調整的幅度也不會太高 去回117這些附近 我覺得值得大家分支去吸納 再一點就可以再入 暫時來說 升勢還未完結 看看96至18 京東 京東的調整力度也差不多 由137至138 調整到今天129這些位置 調整了兩天 都在10天移動平均線下 主要是他發行的可換股債券票據 15億美元 用來回購 以及向海外拓展 因為他們之前用了一百億 去參加他們的業務 所以都要急需用錢 加上回購 都是一個燒錢的行動 如果你買的話 可以捉住 123這些位置 近乎20天移平均線 可以分絕級 暫時港股也是那句 大將小回 都是用一些科技股 去推動大市的升勢 如果大市未升完 我覺得科技股 還有力去繼續上升 今年初步 在下半季至七、八月 都有機會去到20,000點 所以沒有我的朋友 可以捉住我剛才所說的位置 去初步去吸收這些優質股 再到大跌 好像之前的16,000點 除非美股有什麼大的變動 還有大的回饒 否則港股還是有機會繼續向上 好 我見有讀者剛好就問起 科技股的雙湯 就問什麼位置買呢 還有什麼位置賺止蝕 雙湯 過去一個月升了 翻倍又多了 現在都是一個整固的階段 由六度指升到最高 超過百 其實這隻股股已經升了兩倍 但是你見到走勢有沒有 好像之前一樣 一升上去就有一個比較大的回調 今次的價量都是齊升的 但是之前有傳說會配股 但是如果配股的話 我覺得一早就應該要配股 否則現在不配股的話 就真的未必會配股 這是傳聞 但是他都未見到有任何配股的真實消息 如果他找回一個三步百 我覺得初步來說 可以在這些位置入手 因為現在是一個整固 有機會整固完之後 就再重新上去 但是不要看這麼高 就是看三四元 暫時就未見到 看兩元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因為始終的成交 最近來說 他都沒有說大跌 如果你成交跌 那麼價格又跌的話 有機會就是繼續會下跌 因為沒有什麼炒 其實主要是什麼人入手 都是投機者 你見到其實炒上去那一段 都是投機成分比較多 那麼那時候 成交量去到三十幾四十億 今天其實也不少 今天也有百億 和他之前未升市 那時候得多少 只有幾千萬 就是天淵之別 所以現在的量 還未打回樓體 證明 投機者的熱錢 都還在雙湯 因為雙湯始終 現在市值也不太大 和之前十元八元 現在已經縮了去超過七八成 現在市值也有四百九十億左右 而且你看看 不是大價股 也算是小價股 豪股的時候 現在是蚊股 一升上去 一升一豪 其實都差不多0.5% 一格 所以在一些投機者 這些股份 都是蚊股 這些股份 是蚊股的 第一 它的上落塊 很多人叫做炒格 就是炒這些 可能大大駐買 然後高位 兩三格就走 很多行家 都可以炒這些 所以如果你真的 回調一個三豪八 一個三豪七 這些位置就可以了 但是大家要留意 止蚊位 應該一定是 1.2豪四左右 穿了這個位置 就應該要走 差不多0.5% 看之前的頂 2元左右 好 看看其他問題 那 就 有讀者問 一隻三百零零 今天買了 一個四個碗 買了 重貨 心驚驚 現在想問 什麼位置可以食糊 一個四號半 都叫做高 今天一些太陽能的板塊 就炒起了 不單止這一隻 九六八 順二光能 九八六五 叫做太陽能的板塊 今天炒起了不少 三八零零零 今天升了12% 今天曾經上升了1.52 跌下來 走勢不是很差 看到短線來說 都可以咬著 大概1.4.7 買的位置也不是很差 1.4.5 如果穿了250天 平均線 1.3.2 我就建議你先走了 明天高開的話 我也建議你先走了 因為這隻都是比較投機 而且今天的成交比較大 明天高開的機會 我覺得這隻股份也有七八成 高開的機會 應該先走了 點都吃了一半 看看明天 太陽能板塊有沒有機會繼續沖上 今天的成交都不少 去回接近10億 九億一千萬左右 所以投機的朋友 這隻都可以考慮 但現在差不多接近頂位 大概一個半左右 是之前的頂位 大概三月份都做了這個頂位 應該可以沖得上去 如果很高開的話 建議你先吃一吃 就先走一半 在低位再考慮再部署一下 接著就問內房股 可以看看內房股股嗎 因為內房股股正在反彈 其實兩隻都是投機性的 不過內房我見到最近來講 都有反彈的跡象 我還差了一隻融創 今早我大概1.8.2-1.8.3 都吃了一半先 見高位先吃一吃 低位1.7.2-1.7.5 再入貨 都要補一補貨 現在暫時來說 其實兩隻都是投機性 兩隻都是還不到債的 老實說 都是比較麻煩 不過整體來說 內房也有不少招數出了 也有不少城市 都取消限購令 所以我相信內房在短線上 有機會衝上高位置 但實際的銷售 仍然是非常疲弱 整個市況 所以有些傳聞說 一些銷售數字 好像短線來說 都有一些抗粉作用 但真正的實際數據 還未出現 所以很難定年到 今次這個取消限購令 對於內房的刺激作用 就有多大 但我覺得內房 就算今次限購取消之後 可能有更多招手 都要補一補內房 因為沒有可能長時間 讓內房拖累整個內地的經濟 我覺得仇佩 今年來說 都會出一些組合權 所以我相信內房的股份 有機會反彈 如果你說玩反彈的話 是剛才那兩隻 即813 1919 投機性是可以的 太大隻 1109 橫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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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穩 但你說投機性的話 其實都是剛才那兩隻 你看到它其實都不少 升了 最高的位置 32 33 這些位置 如果它有力再衝 這隻會衝上去 35 36 這些位置 所以都可以 你看到自己是 哪一類型 如果你說穩固 即是中海外 688 比較小 可能是龍湖 960 960 都升不少 升了四成 短時間來說 10元升上去14 不過和它的高位 龍湖 那時候是40元 這隻股份 也不是太多 不要以為這隻 是太多 1918 其實那時候 我記得是十幾二十元 不是 30元 這隻 還欠九成 那時候最高位 30元 也不是很遠 20年 所以這隻 如果你要升 或者投機性 就是買一隻 融創 短時間來說 你可以去看融創 你想安全一點 不想波度這麼大 可能買下 960 或者 688 這類型 看你自己 怎樣看 兩隻 83 更加投機 這家 其實成交量 都大增 其實這類型的內房 暫時都在二十多 這些位置 都在二十多 這些位置 今天是幾不錯的 韓州那邊 其實最大 都是世貿 融創 這類型的房地產 所以 這次韓州 取消過限購令 其實對這類型的股份 有一個實際的支持作用 兩隻都是一個幾不錯的選擇 我還持有一個容量的 1918 好 接著 有讀者想問一隻 先股 就是491 英王文化產業 昨天已經在九仙的位置 今天再大跌 問呢 如果真是投機的話 是否可以再玩 還是這個時勢 就等多幾天先呢 比較好 491 491 低位 就升上去 差不多有三個先 四個先 升上去最高 九個先 已經堆下來了 成交易都縮了 這隻股份要非常小心 只要一半 還有一些低位收市 如果你說在八千多 這些位置收市 還有機會 看看是否今天 由早下跌到晚 也不是的 今早也是 由早下跌到底 差不多 由9號 差不多 九點半 就跌到現在 最低位收市 接近 最低位是六千二 由高跌到低 這些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整天都 觀察都未見有任何的 升勢 你看看五分鐘圖 都沒什麼 點出了那些洋竹 其實都很少 六千多 好少 所以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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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 很多人 都還未吃虎 在低位 可能三千多 四千多 買 現在都未吃虎 這股份 要小心一點 明天應該還有一輪的股份 大家也要看著 第一 看著它的成交量 如果還有千多萬的話 股份 股份 要吃好機會 看來 我覺得這股份 不是很大 因為始終 第一 孤馬沉重 第二 油焦 跌至晚 今天 跌一半 還有機會 跌回 之前幾步 三千多 這股 三千多 我覺得 不要玩 明天 未必會跌到三千多 明天 可能 成交量也有少少 但在低位收市 也不是很好的走勢 所以 我不建議大家進入 接著 想問一下 殘古籃籌 例如2382 2331 順月光學 和李寧 可以駁一下 或者有什麼 可以駁一下 這個時候 其實都是 駁一些科技股 內需股 其實不是每個板塊都很好 例如 青島啤酒 走勢都不是認真好 雖然由低位都50元升到60元 這隻青島啤酒168 但是 其實 它升了兩成 跟恆生指數 都是差不多 現在還要穿10天移動平均線 所以 青島啤酒 我覺得 那些啤酒股 好像都是一般般 還要 啤酒今天還要跌2.7% 已經跌穿了20天移動平均線 啤酒股的內需股 我真是一般般 所以 你看到9922 9毛9 今天也要2% 這次更加不需要買 哈哈 那些體育用品股 好像好一點 那 雖然跌穿了20天平均線 看到安達 到89元附近 走勢就有少少偏弱 這隻股份 看看2331 2331今天升了4% 這隻股份 其實是比較落後的 一隻股份 但是 真的要安全的 等回22.4% 我覺得是有一個 唯一的 那隻 你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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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1 是 直播空間是有的 但是也要等 你先等回去 10天移動平均線 走勢也是 兩極 現在的內需股 1368 現在是10天移動平均線 大概20天移動平均線 5.4才入手 始終今年是奧運年 7月份 有機會 那些太后用品股 有機會 炒轉了 所以今年來說 可以在這兩三個月 就佈出太后用品股 好 只剩下一點時間 不如說 公佈業績的NVidia 你也有説 少少了 今晚就會公佈業績 現在升到上去歷史高位 接近950元 2024年的報告 數據中心的收入 同比增長四倍 總收入是126% 預計今季總收入大約240億 較上季會增長大約9% 同比增長大約234% 每股營利今季大約5.5 所以全年都會超過20幾元 你計算一下 其實現在的市盈率 就算是1000元左右 其實都是大約40多幅 現在來說 貴不貴 我覺得現價市盈率 不是很貴的 有機會 盈利和毛利 有機會繼續上升 現在毛利是70元 預計今季的毛利是76%至77% 所以買了GPU 真的已經被賣掉了 沒有辦法 獨屎生意 只有兩間檢查 只要買GPU 只有Intel 還有NVIDIA NVIDIA還佔市場 有72% 所以相對來說 NVIDIA是絕對壟斷的局面 所以來說 領導地位是非常之超限 雖然成員率是40多倍 很貴 我覺得它有它的價值 始終它的毛利 仍然是一個這麼高的毛利 而且不是有很多競爭對手 你以為有錢就能進入這個市場 晶片不同的新能源汽車 有錢就能進入 晶片經過幾十年的技術 甚至是別人肯買零件 光刻機給你 不是有國策支持 你想有錢 你都做不到這個市場的領導地位 所以它的領導地位 不會那麼容易被人打破 例如手機 你追我講 是否便宜價便可以 起床 價格戰 這些一定不會 所以這個市場 整個板塊 就不可以用之前的 Tesla 小米 做比較 因為始終 超限地位是非常之特殊 不要用981 相提並論 因為是蚊比和牛比 其實升值的持續性都會加強 不過等於提到一些貢獻 如果它的預期收入或毛 有少少的下跌 對它們的股價一定有非常大的影響 隨時就達到10元 但我的機會不會是很大的 不過這也是貢獻 它對上一次出了業績之後 它是升了10% 我預計它有機會出了業績之後 有機會衝上去1000元 絕對是不出奇 這個價格 我相對來說 我都覺得不是說認真 是很貴的 因為四十多倍的市盈率 相比牛市來說 香港那時候 一隻水泥過 我都見過整個百倍的市盈率 就算是 你見到當年騰訊 四十多倍、五十多倍的市盈率 你都見過 現在當然你不是買一個很貴 還有它那時候是說一家 廣告公司 遊戲公司 現在它是一個晶片公司 兩馬市 還有沒有競爭對手 騰睡玩遊戲 其實有很多競爭對手 所以他們現在 還有國產也不會有一個政治上的風險 你不賣給中國 有很多人去買 排列 買GPU 用什麼 因為工不應求 每個都排列 所以NVIDIA 我都會繼續持有 會有中線持有 我覺得 就算它業績差 例如大家 例如 它跌到七百多元 我都會繼續去加持 我覺得 不太可怕 你說它太高了 可能買AMD 其實都不是很差 是一百六十多元 這些位置 所以兩者都可以考慮一下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感謝Kelvin你的解答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